我觉得每个家庭不一样 所以比起家长该怎么管小孩 我觉得可以找方式让家长跟小孩比较好沟通 Hi 大家好 我是Sherry 今天我们要录一集比较特别的 因为我会请了两个非常特别的来宾 就是我的两个女儿来一起跟我录这个影片 他们应该准备好了 我去叫一下他们 今天录的这一集比较特别 因为前几次有录了关于儿时创伤 还有讲到一些关于父母怎么样跟小孩子应对 父母跟小孩子关系在紧张的时候怎么处理的影片 那收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给我的来信 很多人就分享说他们小时候经历过的创伤 然后很多人也讲到说 真的很希望当时的父母有看到这个影片 或者是当时的父母能够理解他们的想法 所以因为这样子呢 我自己也想到说我自己的小孩会不会有些事情也会想要我知道 所以我今天呢特别邀请了我的两个小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有什么事情是他们也希望我可以知道的 然后我们可能针对家里的一些议题呢 我也想要问一下他们两个的意见 就是也许我的一些所作所为或者是我的一些行为 他们有什么样子的感想 所以先欢迎我的两个小孩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中一位要打扮的像受害者一样 我也是很在意他们的隐私啊 但是真的也不需要打扮成这个样子 OK好 所以今天要谈的第一个议题呢 是我们的家庭会议 我的个性呢是比较喜欢规划的 因为我是比较J倾向的妈妈 所以我很喜欢在家里开家庭会议 因为我真是很受不了大家的时间都搞不清楚 然后我也很讨厌做那种碎碎念的妈妈 就说你几点几分应该要做什么啊 时间到了你们为什么还没有做这些事情呢 可是很不幸的呢 就是不是很不幸啦 就是刚好家里的成员好像都比较是批琴想 除了妹妹我们现在还不确定 所以我觉得开家庭会议是我们大家全家都可以静下来 然后好好讨论说这个星期谁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什么时候要出去什么时候应该要完成什么样子的事件 那刚刚有听说有一位小朋友对这个家庭会议非常的反感 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 你可以讲一下家庭会议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家就是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 为什么要闯那么多会议 为什么要那么限制我的人生 他们不只说这个礼拜要干嘛 他们还说起早不准超过十分钟 我当时说十分钟 没有法要那样说法要那样说 他所一直叫做不准超过十分钟 我想洗多久就应该可以洗多久 这是我的家 这是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 在外面生活很累 然后有很多规矩 那也就算了 我没关系 可是在家我希望可以放松 这是我的 这是你对家庭会议的 OK 好 那请问一下这位小姐 你对于家庭会议的感想是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plan不会实践 所以订太久之后也没有用 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形成 这是正确的 Excuse me what about me 就是OK 我听到你讲的啊 我有听到你说的 但是我可不可以为爸爸妈妈的perspective 来辩论一下 就是我们家有五个人 然后所以大家要用厕所 或者是要洗澡的时间都要间隔出来 那有的时候你们一到厕所就超久的 你们跟你爸也是一到厕所就超久的 然后人家不晓得说其他人是不是可以洗澡 OK 我觉得爸爸要讲的是这个 另外我想要开家庭会议的时候 就是你们不会常常问说 这个周末我们要干嘛吗 有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与其在周末前就问 我们事先就大家放在calendar上面 大家都可以做准备 你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跟朋友约出去 这样子不是很好 喂 这个已经被说服了 还好 为什么我平日会想要看calendar 这种复杂的东西 看了一个一个一个好像在学校一样 我就在讲 我就要放松 OK Like Oh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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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it so difficult Why is it so complicated I just want like rest 那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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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你想要出去 我好像也是 你要跟朋友出去前 你先会问我 Exact 那天有没有事 Exact 好像也是 好吧 那 你被说服了吗 我好 OK 但是我是需要 好啦 我觉得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中间的 common ground 就是我了解 可能你们在家里不喜欢有这样的束缚 就是我了解可能你们在家里不喜欢有这样的束缚 但是你们也要知道说 妈妈就是要上班又要管家里这么多小孩的事情 我是需要把时间都安排好 要不然我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个happy middle ground 就是大概说一下这个礼拜要干什么 我们可以不要讲得这么细 说几天几分要洗澡这些的 What do you think 那我可以洗澡超过十分钟 你现在洗澡都一个小时 我没有一个小时 都很久 我没有一个小时 OK 再半个小时 那我再问一下 我们不按照时间表来 那你们练乐器的时间 就说如果我们不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 你们都有自律说时间到了 会去做该做的事情吗 就是我不会定时间 但是我一定那天内一定要做 所以你不喜欢定时间可是 我不喜欢太多了 就有时候管我朋友遇到我不想做 就是比如说我本来想要去可能练小提琴 然后你就说 欸妹妹想要去练小提琴 因为我觉得不想练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就是心理作用 我也不知道 就是心理作用 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是青少年 他们两个都已经是青少年 小时候会这样吗 小时候我不会想要去练小提琴 所以是最近就是 变青少年以后 你不想要被管得那么紧 好吧 好吧 那我们就来找一个compromise 就是我们只抓大方向 然后我们不讲太细 但是你没有答应我 就是说该做的事情 自己的责任范围的事情 一定要自己做完 要不然我就会碎碎念 是那酷吗 这个受害者 OK吗 好 另外一个事情 我真的很想要在这边趁机讨论 就是你们两个锁门的事情 就是 没事呢 就跑到房间把门锁起来 然后敲了以后呢 也不开门 然后就要透过门对话 然后我就变成像一个那种大神在菜市场一样 就说 什么什么什么 就要讲话很大声 然后你们两个也不来开门 就要隔着门对话 COME ON LET'S GO AND PLAY 这样是不是有点没礼貌 我想要问一下说 为什么门老师就是锁着 我们要进去前也都会敲门啊 但是门一直锁的是我会敲门 好吧那 我会再跟你爸讨论 但是如果我们都答应 进去前一定敲门的话 就说有需要每次都锁着门吗 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去敲了门要讲话 也不开门 可不可以在这边做一下解说 可以 好 所以咧 我之所以锁门 是因为我很重视我自己的隐私圈 然后我非常喜欢一个人度过美好的时光 然后可是偏偏我之前没有锁门 很久以前我没有锁门 可是每一次每一次有人要进来的时候 他们从来不会敲门 他直接闯进来 谁 不会 小爸 好了就只有你爸一个人 没有你也会 你那时候也会 你真的很会 他不会来用我 小爸不会你也不会 反正那就是为什么我锁门 然后第二 我锁门你敲门 我常常开门说你已经不见 因为你等超久才在哪 我没有等超久 我说不定在上厕所 OK 我很常你敲门的时候我在上厕所 所以我没有办法及时帮你开门 加上有时候你可能只是跟我说一句话 就是说记得怎样怎样怎样 那可能就韩医生我听到我说好 就这样 conversation is over 可是如果你是想要跟我有一个 full conversation的话 你可以叫我开门 我就会开门 给你都等好久哦 那就是因为我有一个生命 OK 我有可能在做其他事情 所以可能会超过十秒 我才会开门 好 那就是十秒内开门我可以接受 但是太久了就 因为有的时候我一边讲话 你们都不开门 就好像以为 就是可以隔着门讲话一样 我们以为你只要讲那几句而已 然后就会逗掉 但是我们不知道你要reconversation 可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要在那边吼来吼去 就不爽就不讲啦 那你可以跟我们讲要开门 你说你如果想要讲那么多 或者是有一个话题的话 那你可以说开门 好吧 但是OK 好 这样子没有问题 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他们想要隐私 就是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我自己也会这样 如果可以请教一下 那我在看剧或者是在看BTS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人就是晃来我房间 在那边晃来晃去 我可以 这个我也可以讲 我全部都可以讲 你随便提出来我都可以讲 每一次我享受自己的 独处时光的时候 你每次都会闯进来 我哪有每次 你每次都敲门说 欸开门 欸开门 然后我就会开门 那你就会跳到我床上 你在那里滑手机 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我就想要自己的独处时间 可是你这样interrupt我的独处时间 我 嗯好就那样没关系 因为你是我妈 因为我 我也不能干嘛 我真的不能干嘛 我就只能看着你 那样霸在我房间 我就等出去 然后 你每次都说 我都不陪你 然后我都自己在那里 灌在房间里 什么都没有做 所以我就去找你 然后可是我找你 你对我说说 你说欸走开 什么叫欸走开 你不是说要我陪你吗 那我就陪你 然后还被赶出去 OKOKOK 等一下暂停 就陪我 我觉得是时间的关系 因为你妈呢 有时候晚上呢 就想看一下剧 然后呢看一下帅哥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不需要陪伴 我就需要独处的时间 所以这样子听起来就是 我们大家需要独处的时间 要有一个默契 对不对 嗯 所以我就说时间要排出来 Wouldn't that be better? 如果 我们 所以我们要把滑手机的时间 也设进去 但是那不太可能 但你们也真的滑太多手机了 对不对 我最近没有了 真的吗 你们的还好是多久 我不知道 你觉得 一个青少年 滑手机的时间 多久是正常 可以google 我不要google 我要问你们两个的意见 可以google 可以google 我不要google 我要问你们两个的意见 我不要google 我要问你们两个的意见 呃 嗯 有什么样的范围 是你们自己觉得 应该有的时间 滑手机的时间 你在问观众还是 问你们两个啊 好 你们自己觉得 对 对 你们用手机的时间 有没有over 呃 我假日可能有 自己觉得自己假日有 对 但是 考试前 几乎不会用手机 只是假日的时候 可能直接放掉 所以就会用比较多 嗯 这样子对你的眼睛不好 你知道啊 嗯 对 那你觉得 你希望我们帮你吗 就是提醒你不要吗 还是 我对人好像比较奇怪 我觉得没收 会对我比较有效 因为 我觉得 如果手机 还在我碰得到的地方 我应该就会去玩吧 但是 如果 直接没收可能会比较有效 因为 我就是 但是 没有办法 不是不想 嗯 那我问你 所以你会希望时间到我直接没收吗 可能在考试前之内就会希望你没收 那你会直接跟我讲说你就把我手机没收吗 有时候会啊 对 你以后你希望你跟我讲的时候我再去没收吗 还是我要提醒你 嗯 可能我自己讲 你要自己讲 对啊 那你自己分辨的出来 对啊 OK 你觉得你自己分辨的出来 对啊 但是如果我觉得太夸张了我提醒你OK吗 可以 OK 那你呢 我没有觉得怎样 我觉得之前比较过分 我觉得现在还好 嗯 是吗 嗯 嗯 因为我最近比较算长出去 哦 因为比较长出去 所以不太用手机 嗯 OK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家长他对于手机或者是3C的容忍程度跟每一个小孩的课业不太一样 那我们今天不要讲说应该每一个小孩用多少时间在手机上 可是你们希望我们怎么样理定这个规矩 因为我知道你们不太喜欢在家里有太多规矩 可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让你们可以自己管好自己就说手机用到一定的时间你们就不会超过 不管我们约定的时间是多少 你们觉得怎么做比较好 你们会希望妈妈可以提醒吗 提醒又好像在碎碎念 还是你们自己觉得有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 提醒的话还好吧 你觉得 你觉得提醒还好 你不喜欢 可是提醒就提醒 没有要拿走 提醒跟拿走的结果是一样的 因为不会啊 你都不能看 就说你觉得提醒OK 你觉得提醒不OK 因为孩子会烦的原因应该就是提醒 就不要提醒太多次就好了 那你们知道提醒太多次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没有停止对吧 对啊 那所以提醒了就会停止 没有啊我可能就是觉得提醒两次 那如果提醒两次还没有的话 但如果她的事都做完那应该还好 那就没有符合规矩啊 我不觉得提醒 因为她有时候就是在游戏里啊 但是你提醒第一次跟提醒第二次说她都在游戏里的话 那不是就 所以你就说提醒完以后你要回复就说你要玩完游戏就会停 对 但是你玩完游戏就一定会停 对 OK 了解 好 那姐姐刚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 就是不喜欢有规矩 对吧 在家里 但是你知道在一个团体里面 不管怎么样 你们现在都还未成年 如果没有把你们交好或者是管好 就是父母的责任啊 对不对 那我也不能放任你们不管 你们想要干嘛就干嘛 那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我们都舒服的方式 你自己觉得你会希望爸妈是怎么样来管你 或者是怎么样来教你 或者是怎么样来提醒你 陪伴你 我觉得每个家庭不一样 所以比起家长该怎么管小孩 我觉得可以找方式让家长跟小孩比较好沟通 就是比如说小孩列出就是他的需求 然后他希望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家长可以说他希望怎么样怎么样 而去创造一个方法来达成共识 然后达到那个目标 所以就像开会咯 也就是如果太严重的话 真的每天都会吵这些东西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我觉得可以静下来 然后小孩说一下他希望怎样 然后父母可以说他希望怎样 就是如果是需要的 那会议也是可以 可以像开会的方式 就是我们爸爸妈妈跟小孩各自讲出 他们觉得为什么需要这样 开会感觉有点 好了不是开会 但是就是坐下来谈 ok 就说要互相谈 然后一起创造出一些规则 对不对 不是规则啦 就是一起想一些比较 适合家里的互动方式 是这个意思吗 ok 好 那妹妹觉得呢 只要在限定时间内 让孩子做完 他有做的本分 他想玩也是没关系 因为可能比如说假日有两天 孩子怎么安排 可能可以事先跟父母讲好 就是先讲好 可能他会先玩 但是一定会把他要做的事都做 那就没有问题 我觉得 ok 那我觉得这两个都是蛮好的建议 那我们现在有这样做吗 没有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方式 没有 我觉得还不错 这样会觉得 可能有一点我的方式 只是我没有把计划告诉你 所以以后我们可以加强的 就是把计划告诉我 对 ok 所以现在还不错 我是觉得不错 ok 所以现在还不错 好 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 你们有没有什么话 觉得 不是很想跟爸妈讲 就是什么样的题材 就讲题材好了 你们不用真的讲 就是什么话 你希望就是 你可以跟爸妈讲 或者是你们听到 你们的朋友 说他们希望 他们可以直接跟爸妈讲这些事情 然后爸妈不会生气 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 就任何事情 比如说男女朋友啊 或者是考很烂啊 有时候他可能 你说你朋友是不是 对 ok 这个科目很烂 就是最烂 但是他有很努力的量 但是他也是考的不太好 这样 然后他的父母看到了 然后就觉得 就说你怎么考这么烂 这样 然后他就会 很难过 因为他有念 嗯 就他已经尽力了 然后他父母没看到 就在成绩上面 是不是 ok 所以这是你朋友 对啊 对啊 好朋友 那你呢 嗯 也是考不好 被爸妈念 是不是 有的可能 会觉得 自己没有人可以讲 就是 有东西想讲 可能没有人会听 之类的 那 你们两个还有什么 觉得 你们可能会想要 不管是现在 以前 未来 有没有什么题目 是在跟我们讲之前 有点担心的 心惊胆跳的 不敢跟我们讲 或者是不想讲 你都讲过的东西吗 对啊 以前讲过的也可以 没有讲过的也可以 就讲题目啦 不需要讲一个 是关于什么的就好 比如说是关于学乐 关于爱情 或者是关于友情 或者是关于什么的 你们不用讲细节 我觉得还好 都还好 我也觉得 是我很厉害 对不对 大女子也棒 就是要调到这句话 那你觉得咧 诶 受害者 你不觉得你妈很棒 hello sad ok 我自己觉得啦 其实小孩子 他们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其实我刚刚听你们两个讲 我有点 惊讶 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还觉得 你们是小孩子 其实你们自己心里面 已经有蛮详细的想法 而且我觉得很多家长都觉得 如果我不管我的小孩 我小孩自己可能就废掉了 但是 听起来 如果我们真的都不管的话 你们自己也会管理自己 对不对 就是 反而你们自己管理自己的 可能比我来管你们的效果来的好 听起来是这样子 所以 我在这里也是 建议家长们 就是 就像姐姐刚刚讲的 就是 也许 可以跟小孩子静下来 开启对话的空间 然后 听一下他们对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 时间 他们的想法 然后 再来跟他们做一些讨论 也许这样子 小孩子可能会 比较容易听得近 你们说的话 对吧 OK 那 再来 我想要提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 小孩子有时候 不敢跟父母讲的事情 包含就是 父母自己 可能 不管是在工作上面 或者是在关系上面 就是父母自己呈现的状态 不是很好的时候 其实小孩子在这里 是会感觉到蛮无助的 那我想要提醒家长们 就是说 当你自己在自己的情绪里面的时候 不要忘记 这边还有一个孩子 他可能还是需要你的协助 也许在这个时候 你不能够支持他 或者是不能给他这么多的爱 但是 要 知道他还是有这样的需求 就是是不是可以 用其他的方式给他支持 或者是 告诉他 就说你是真的很爱他的 但是你现在的状况 是没有办法 完全 花时间在他身上 我觉得这个也是 要提醒父母们 特别注意的地方 那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 然后再次 谢谢我的两位特别来宾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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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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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开始录了吗 大家好我是Sherry 今天录的这个 干嘛 哎呦 好烦哦 有关儿时创伤 前阵子 好烦哦 前阵子录了 有关儿时创伤 跟 你要不要吵 给妈的一句话 噓 好烦哦 等一下 噓 OK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噢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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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很累了是吗 以后还要再录吗 我想吃咖喱饭 I don't care OK 欸我们去吃咖喱吧 我会晚上有饭去 好 OK 噓